來 歡迎來到飲食輸出 這是一個以飲食為寬點 為什麼這個會開場 嚇了一個嚇一跳 對不起 嗨 大家好 我是Kevin 歡迎來到飲食輸出 這是一個以食為出發點 觀察世界的頻道 和台灣一直是台灣的美食重鎮 最好的在地食材 還有對味道的堅持 使得這裡有著強大而獨特的飲食文化 1245和有時候小吃館的比爾雄 我們一起做了一個瘋狂的企劃 我們要從台北出發 用三天的時間從嘉義 台南 高雄 最後到屏東 品嘗各種在地的美味料理 歡迎大家跟著我們一起進行這趟 吃到差點出人命的美食之旅 吃完了海產粥 似乎又打開了我們的胃口 經過老闆熱情的介紹 我們來到附近的龍心冰品店 小小的店面卻有著超多的選擇 各種配料琳瑯滿目 一看就知道大部分都是店家自己製作 而不是工廠叫來的現成配料 這種職人精神 在以連鎖品品店為主流的台北 一步多見 好 歡迎大家回來到飲食輸出間 飲食輸出 最瘋狂的一片 所以我們果然就是還是有續談 對 就吃完那個字真的開胃 就覺得我又可以再讚 然後老闆就推薦我們來吃甜品 其實他推薦我們好多家 我們剛吃完那個海鮮粥 然後老闆就推薦我們吃那個什麼 牛肉湯啦 然後鵝肉啦 然後還有冰啦 然後說吃完冰之後再去吃那個什麼 二哥散衣 對 因為我們剛剛覺得阿江排隊排太多 對 真的排太多 所以我們就又來這邊 對 吃完海膽之後又來這邊 我們現在再吃這個是冰的部分 對 那你現在吃的是什麼冰 我點的是鳳梨冰 你點鳳梨冰 我是鳳梨冰愛好者 鳳梨冰的愛好者 所以你是要那種醃鳳梨 其實我會嘗試任何醃鳳梨或是新鮮鳳梨 嗯 哦 對對對 然後我點了一個八寶冰 八寶冰 對 我點了 他可以加八種料 所以還蠻豐富的 我看我點什麼芋頭啊 翠圓啊 黑糖粿啊 鳳梨 大紅豆小紅豆 剛剛老闆還有招待兩顆大湯圓 對 還有兩顆大湯圓 嗯 對 其實 其實你們等一下要救我 哈哈哈 然後我點了一個那個米糕粥 哦 熱的 它是甜的 對 就有點像類似 八寶粥的那一種 對 對 看起來 對 那個看起來很酷耶 很酷 欸你先收一收看 你那邊吃起來怎麼樣 它這個鳳梨啊 其實不是 就是不是那種 你去那種比較便宜的那種 餅店會吃到那種罐頭的那種 不是罐頭的鳳梨 不是罐頭的鳳梨 不是 它 它不是那個什麼台糖罐頭鳳梨 不是那種 我說有一種是那種很像蜜糖醬的那種鳳梨 用煉煉製的 煉製的那種 那個不是那種 這種就是比較算是新鮮的鳳梨 然後他們就會有用自己的方式去醃它 OK 對對對 它還是有保留覺得鳳梨原本的那個 鹹味 酸 對跟酸味 喔這樣子 所以它你剛剛淋白糖醬是不是 對 基本上 只有鳳梨的地方有味道 然後其他應該是清冰 那如果覺得這樣搭起來的時候 它味道就蠻均衡的 就你不會都是很死甜的味道 吃一下鳳梨冰 口吃它的一下 欸 很清爽的欸 那個鳳梨的醬的 沾到的冰 會有個很清爽的味道 對對對 我最喜歡吃鳳梨冰就是這個原來的 它其實蠻解密開胃的 對然後 而且我覺得它的甜度很不錯 現在再開胃 所以還有下一家的意思嗎 呵呵呵 沒有這個是一個 因為鳳梨酵素可以幫助小花 喔你加油 對 我就讓它那個可以讓我今天晚上好睡一點 我是覺得我還很OK 對啊 然後 欸你先來吧 好我們這一碗呢 是那個 那個 米糕粥 然後它是熱的 就很像那個 八寶粥裡面的那個米糕 然後它煮得很濃稠 因為它會把那個糯米的那個整個 整個煮進去它的那個湯汁裡面 喔 對 而且它是甜的 所以裡面是糯米 對糯米的 然後用黑糖嗎 嗯 嗯 吃起來 吃起來有點像 有點像 有點像二砂 有點像二砂的那個甜味 嗯 我不知道是 欸我覺得冬天吃這個很 對 冬天吃這個很舒服 很舒服 很棒 對 是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而且它不會有那個 五穀的那個 有一個 米糠味 不會 這個不會 它不會有那個五穀紮羊的那個 怪味 像我們現在錄影 錄影的時間是 蠟月十號 蠟月十幾號 那我們前幾天呢 我們前幾天是 那個蠟月八號 那一般會吃蠟八粥 那蠟八粥的話 很多都會用這種 就是 這種 算米糕粥 這種這種甜的糯米 來去做 它的底 對 先進奇俠傳的第一個任務 你有玩過嗎 蠟八粥 第一個是蠟八粥 是蠟八粥 先進奇俠傳就對了 我覺得它糖度很剛好耶 其實沒有我想像中的甜 對 它不會很甜 我以為會是一個很甜 很甜膩的感覺 不會 而且它裡面有那個 桂圓 這個應該是桂圓 桂圓 對它裡面有桂圓 就是一般我們在吃那個 甜八寶有沒有 甜八寶的那一種 裡面的一些料 對 所以是還不錯的 我剛剛就一直想說 我要吃冰 想要吃冰 讓我這個可以選擇 嗯哼 好像 那個也是不錯的選擇 還不錯 那我這個就是料非常的多 然後我剛剛選的是黑糖 我淋的是黑糖 不是白糖 然後 剛剛老闆有特別跟我說 因為我剛剛跑去他 他那個 內場那邊鬼混一下 然後他就跟我說 就跟我解釋一下 有沒有東西的做法 他跟我說他們的花生 因為我們平常一般吃到 的花生都是 灰灰白白的 對 煮的花生都灰灰白白的 那它這邊是有一點 米黃色 米黃色的花生 對 它是有用糖煉嗎 沒有沒有它就是說他們 就是什麼都不加 什麼都不加 所以就是煮了之後 花生自然就會 它的糖就會合化 嗯 對 它的糖煮久就會合化 然後就會變成有一點 和 就是帶一點 和色黃色 黃金黃金黃的感覺 對 我剛剛以為那是那個 豬 豬骨湯 有點像豬骨白濃湯 這樣子 他們是賣冰的 對 我想說 欸怎麼會有這個 對 然後我覺得超妙 結果不是欸 是花生 對 老闆剛剛跟我解釋一下 他的花生的做法 然後我覺得他的黑糖 就是吃起來 很 很濃的味道 可是又不會說 有一個 香精味 嗯 對 他黑糖我覺得蠻特別 他的黑糖跟一般的黑糖不太一樣 他沒有那種 就是 有一些黑糖 他會偏 就是很甜很甜 嗯 然後他這個黑糖 他有點像 古早味黑糖 對 古早味黑糖 那一種 他 他炒出來的黑糖 他那種味道 就比較像這個 我剛剛看到芋頭就是 自己煮 然後就整顆這樣 整顆的黑糖是整顆的 然後就用線切 嗯 煮好芋頭 他的芋頭很軟 對 他可能料很多都自己煮的啊 嗯哼 就這種用心 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很棒 我們很多吃到都是跟廠商叫好來 沒錯 然後每一家吃起來都有個味道 而且都是不好吃的味道 難怪剛剛那個海產店老闆 特別推薦 一定要來這一家 嗯對 而且我覺得他 他的料真的很實在欸 對 我來吃吃看 老闆 老闆的愛心 愛心湯圓 對 他剛剛是熱熱的給我 對他熱的熱的 被我們擺到有點冰了 切開是 唉 酒喔 哇 花生的 Q喔 很Q欸 來 這個是 花生湯圓 嗯 嗯 裡面還很熱 裡面熱的 他剛剛選個熱熱的過來 這樣吃起來就很像燒冷冰了 嗯 對 很像那個 年夏夜是不是有一間那個麻糬 喔 那是麻糬燒啊 對麻糬燒 這種吃法比較像屏東那個恆春 那個超舟的燒冷冰 對對對 因為他的皮好厚 很厚 可是不會說 咬到那個 嗯 他就是可以吃到那個 糯米的那個 嚼勁 他是全部熟的 不會有那種 有一些粉會沒有熟 嗯 會咬起來色色的 嗯 可是他不會 因為他整個都熟 然後就是很紮實很Q 然後冰的那一面就是很Q 嗯 咬一咬進到裡面熱的地方就是軟的 就是一個 欸 所以現在很多我們都吃到幾乎都桂冠湯圓 嗯 我也不是說他不好 可是就是味道很統一沒有特色 嗯 那這種感覺就是非常特別 那你們有發現一件很特別的事情就是 我們都說台南人的口味偏甜 可是我覺得今天吃這個 這間冰店 嗯 他有甜度的平衡啊 我覺得是我們代表人就會接受 的甜 他不是真的會很甜的甜 嗯嗯沒錯 就沒有像人家說我們就是 我們 欸 台南的半糖等於 台北的全糖 對 這個 就是糖度就是很恰當的剛好 還是你覺得他有依誤我們的 看我們知道我們不是本地的人幫我們調整 應該不會吧 因為那個 嗯 嗯 八寶粥 八寶粥 應該是先煮好了 這個不能調 我覺得是因為他都沒有用 因為台北愛用果糖 哦 台北就算是黑糖的那個汁裡面 也會加果糖 因為它提升它的甜度 嗯哼 比較重視那個味覺的瞬間的衝擊 哦 對所以 你想一個黑糖 如果他成為黑糖去熬的醬汁 然後去做 半糖的 跟你用果糖去做半糖的 其實味道差很多 沒錯 對 而且它停留在舌頭上面的時間很久 老實說你黑糖要煮成那個你在 那些黑糖剉片看到那種 那麼勾的那種程度 嗯 老實說應該不太可能 嘿嘿 那可是一定是果糖這樣 嗯哼 對 它的粉粿很Q欸 它那個黑糖粿 黑糖粿 我剛剛就想說是仙草 結果它都沒有仙草 嗯 這是黑糖粿 我想說喔好酷喔 一定要吃吃看 很古早味的東西 對 這個好吃 台北很多東西其實因為它 為了讓它的湯 熱量降低 所以它沒有加那麼多的湯 嗯 或是果糖 可是它就是用代糖 嗯 代糖就不是糖 可是它是讓你認為是甜的東西 嗯哼 然後那個東西吃起來就是它長期留在你味蕾上面 可是你吃一吃會覺得膩 喔喔 你吃一吃會覺得很膩 可是這邊因為它都是原來的東西 嗯 天然的材料 所以吃起來就不會有這種膩感 沒錯 所以八寶冰的鳳梨跟那個鳳梨冰的鳳梨是一樣的 應該是吧 應該是一樣的 對啊 而且它那個大豌豆還不錯 而且我覺得它每個材料都 嗯 它的那個它的芋頭很很綿耶 它煮得非常的很入味很綿 真的很綿 而且它的那個芋頭的那個味道很香 很濃郁 喔 你懂齁 嗯 嗯 就是綿可是帶一點Q 不會爛爛的 就是像我們自己煮 那煮到這樣的口感不是不行 像我煮完這個芋頭 就閃掉了 對 就閃掉了 可是它的形狀很漂亮 對很漂亮 而且是 我吃下去是要有力道的 嗯 可是如果今天我煮這種口感的話 我吃下去就 就碎了 就碎掉 就碎掉就化了 一般呢 像我們家裡有那個冷凍玉嘛 冷凍芋 嗯 那一種的話 就是口感就有一點 有點像那一種 對 對 我覺得好吃 好吃 它的芋頭好吃 我覺得它脆圓也蠻特別的 台北脆圓都是那個 粉紅色白色的 喔對 然後這個粥裡面 它的桂圓 也不錯 還蠻棒的 看起來是好的桂圓 對 是好的桂圓 有些都是染色染到生生的 我覺得真的是 用心煮出來的 配料的那種 冰點 這家真的很值得暫時 這家真的很棒 這家真的很累耶 每樣東西吃起來都很累 每樣東西都要煮 你要煮 你看八寶兵就八種料 可是那台面上 絕對不會只有八種料 對啊 要至少 至少二十種差不多 對啊 如果都要自己煮 你看一個煮個一個小時 哇 不容易 雖然我們現在是冬天啊 可是吃起來覺得是OK的 滿舒服的 對 夏天你想說半夜可以來吃個冰 真的滿爽的 嗯 我們現在 台中現在 要像這種冰店也不多了 台中的話也不多了 在北齊屋沒有了吧 你要找到每種材料都自己煮的 要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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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難生存啊 因為你要花那麼多時間煮 不過就是要買台對名店 像我印象中 那個 那叫什麼夜市 靠近 靠近 六長里的那個 那個夜市 嗯 通話街夜市 裡面有一間就是 賣 芋圓的 芋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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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味道是濃的 可是它吃起來是相對沒有 固單的感覺 對 就是又是真材食量沒有化學的東西去調味的時候 對我們我們的味蕾跟我們身體的 所謂原型食物 對 反而是你可以 就好吃的東西可以越吃越多的時候 道理就是這樣子 嗯 沒錯 那你剛剛吃個粥又活過來 呵呵呵呵 真的又活過來 就原本已經撐到 我覺得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今天 我覺得食物在選的那個 交替上面 有點點 節奏上面 就是一開始炸物是太多 對 對 可能有點膩啊 但是後來開始 吃一點便宜的食物的時候 我覺得 綜合一下那個味覺 有解膩 其實豬腦救了你 是嗎 很簡單 我豬腦他一直吃了一刻而已 呵呵呵呵 有時候一點點就夠了 喔 一點點就提味就對了 對 就救了你 豬腦真的不錯啊 真的 你還是不行 呵呵呵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在這裡收尾 OK 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訂閱 分享 然後按讚喔 另外記得幫我按下面的小鈴鐺 這樣你才會收到我最新的訊息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跟我討論你喜歡怎麼樣的影片喔 對 嗯 衝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